接獲小孩爆哭 擔心有問題 園警趕來現場 只是陣陣刺鼻胃不斷飄出來 才待不到一分鐘 就呼吸困難想咳嗽 没想到走进主卧房一看 枕头着火了 周围都是可燃物 就怕蔓延会一发不可收拾 園警赶快扑面火势 但浓烟还是散不去 在房间内有烧东西 然后现在家里面都是烟这样 事发在新北市一处社区大楼 警方获报邻居说 有听到隔壁住户在摔东西 还有小孩哭声 有点不太对劲 辖区警方到场发现 屋内只有一名男子 疑似酒后情绪失控 差点引起火灾 更惊险的是旁边卧房 还有两名幼童 家人电话 家人的电话 家里没有电话 没有人的 警方调查 44岁的无姓男子是一名房仲 因为跟前妻关系不睦 心情不好就喝酒 有抽烟习惯 这回不顾家中小孩年纪还小 竟然把枕头点燃 差点亮成火警 事后被强制送医 警方也帮小孩申请紧急保护令 并通知他的前妻 把孩子接回去照顾 TVBS新闻王金文 黄敬芬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組 nonnor with ni打共 rolls 部队 股正是一有 这是y explore